创意分身效果简单 今天来教大家做一个这种创意分身效果的照片 首先我们要准备三张或者多张同一场景的不同照片 然后从这些照片中选出一张作为基点照片 然后把其他两张的人物用快速选择工具 选择主体选择出来 不够的地方补上去 然后选择选择并遮住 用第二个调整边缘画笔把边缘和头发擦出来 输出这边记得勾选净化颜色 输出到新建代有涂层门板的涂层 直接把抠好的人物拖到我们的基准照片上 抗认加T调整它的大小 然后把它的涂层不透明度降到60%左右 第三张照片也是同样的操作 然后快速选择 修饰它的边缘 调整大小和位置 降低它的不透明度到30%左右 确定 Ctrl-Alt-Shift-E 盖页一层 执行滤镜 CAMERO滤镜 直接给它添加一个预设 确定 搞定了 前后对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